男嘉宾 你好 就是看到你的VCR里面有说 你喜欢做那个性格测试 对 然后我之前也有测过那个MBTI 然后我之前给我的标签就是INTP 然后细节控完美主义 然后想问一下你能列举三个 就是你曾经在你身上贴过的标签吗 比如说体验感优先者 魅力型领导者 还有利他主义者 全能的倾听者这种 好 谢谢 谢谢 李慧慧 你好 就是我看您的VCR里面有讲到 就是关于如何跟父母沟通去表达爱 这个其实对我来说 我也有一个非常感同身受 因为我家里面兄弟姐妹太多了 肯定有照顾不过来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很热闹 也很团结 也很开心 但是当我单独面对父母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去怎么表达爱 怎么去跨出那一步 这个看您VCR让我感触特别那什么 我觉得我幸好没有到您抱 不好意思 就我现在还庆幸 就是我父母非常健康什么的 但是我现在跟他们表达爱意特别困难 就是跟他们表达爱意特别困难 好像我对母亲的一起 在我身边有什么问题 我很烦你的 但我女儿说 你现在不要黏我 我很烦你的时候 我当觉得也挺好的 她说出来了 所以就是有时候 说一说也行 就是表达一下失望 表达一下无助 表达一下不会 是不是也是一个会的开始 谢谢 其实我们父爱母爱 都是那种深沉的 都在行动里边 在一针一线里边 在驼背的那种负重的 背影里边 唯独不在语言里边 这是一种特点 当我们了解了 这种特性之后 我们可以努力去学着表达 如果学着表达有困难 爱还有很多其他的语言 其他的方式 比如陪伴 只要你的这份爱在心里 你一定能有办法 让对方感觉到 对 我很爱他 对 我很爱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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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完 感谢观看